這次收到民眾的爆料電視 好像是有2,200個走路公司 這大概2,000塊啦 因為他是總共500元的禮券 有4張嘛 所以是2,000塊的這個全聯禮券 那我必須要說 因為我8月初的時候 其實就有企業在陳時中的後援會 就贊助他用學生的名義 然後用打工的方式 兩個小時大概 他說工作很輕鬆 然後大概做一個多小時 工作是拍手跟歡呼 歡迎陳時中就是當嘉賓這樣子 這樣子走路公的行徑 我8月初就去劇民檢舉 到現在都還沒有開庭說明過 我覺得這個辦案效率真的太扯了 人家吳子嘉被提告3天就收到傳票 那我們怎麼會是這樣的效率呢 我覺得檢警應該比照辦理 那今天當然有最新的這個民眾向我陳情 就是大概前天的事情而已 前天當然我們就知道下著大雨 但是竟然有一家企業 他發了一個活動說要去陽明山上面践行 那這個民眾他也是想說 有践行還有禮券可以拿有2000塊 他就很開心的報名這個活動 沒想到到了現場 叫他們做9點半到11點半上午的這個活動的會場 竟然是梁倫傑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竟然是這個成立大會 他就覺得很錯愕 那一天也下雨其實他也沒有心情去践行了啦 他就拿了這2000塊 但是他拿了這2000塊禮券 他也覺得心裡有鬼也覺得很不安心 就想說還是要找個人來陳情 所以早上的我齁 所以我覺得我有義務把這個事情的真相給揭露出來 一個企業發顯不相當的這個金額 讓陳時中面子好看 讓他可以底下坐滿人 然後你還要被迫聽著陳時中跟梁文傑 一個半小時的步道 去聽他們傳教 去說民進黨有多好 或是陳時中有多棒 請大家一定要動算 然後一定陳時中要動算之類的 如果有影響到投票意願 那就有匯選的嫌疑 我覺得 竟然梁文傑都說 如果楊枝斗覺得有疑慮的話 應該要據明去指控 沒問題 我明天就準備好資料 我們就是法院見 陳時中說你明明拿出事件 不然是有迴損人格的嫌疑 陳時中的人格太爛了 人人得而迴損之 他不就是人設上面是俠盜列車手 今天才爆出為了要作秀 才不惜違規危害市民的上下車 以及危害市民的安全 我覺得那是非常不齒的 而且陳時中完全沒有照我的 這個新聞的內容來回應 認不認識背後站住的這些金主 或是你知不知道 從以前開始 你的團隊就一直有走路工的這個行徑 你應該要跟市民交代清楚 尤其是我覺得陳時中 真的行情是一直在掉價 為什麼你的走路工帶你去聽你步道 聽你演講的這些人的票價越來越高 從一開始請學生600塊 到現在要請2000塊才找得到人 我覺得太扯了 這代表的要去聽陳時中演講的人 是越來越少 有這個臉皮去聽陳時中講話的人 是越來越少 所以陳時中民調真的在掉下去了 人人得而見踏之 你還有臉說你的人格 有什麼高尚了不起的 你應該要出來好好的跟台北市民說明 才對得起你的人格 才有資格出來選台北市長 所以代表說陳時中的選情有點暴擊了嗎 陳時中根本就完蛋了 滑鐵路了 除了說今天我檢舉的 這個2000塊走路工事件 這個走路工事件 其實就是一個趨勢 為什麼他的這個邀請 走路工的這個價格越來越高 就是大家越來越不想來 覺得他會輸 覺得來他這個場子很丟臉 所以民調的危機 我們是看得出來 加上民怨越來越高 他連最安全的掃接敗票 都有路人可以嗆聲他 然後為了要作秀 不惜闖紅燈 不惜超級大迴轉 還在公車站 微停8分鐘之久 我覺得真的是太荒謬了 陳時中就等著崩盤吧 所以這首歌下午會有公佈新事證 是有新事證嗎 其實因為我早上的時候 就已經整理一下 我早上發第一篇文章 大概五六點多的時候 我說我稍微整理一下 下午就出來 那結果我早上 大概快十點的時候 發第二篇文章 其實就有把這個截圖內容給傳出來 就是有一個企業用健行的這個名義 邀請他的員工 而且不是邀請 是強制每個組要派兩到三個人 然後來參加這個地點的這個行程 那沒想到這個地點跟梁文傑 禮拜天辦的造勢大會 剛剛好吻合 所以這不是走路工 什麼才是走路工 不過因為梁文傑跟陳時中 都這樣雙雙來否認這件事情 怎麼來看呢 會不會覺得還吸引到到底 我覺得我本來想要給梁文傑跟陳時中一個機會 就是如果他們肯認錯跟台北市民好好講清楚 因為這個畢竟是企業可能他們自己贊助 那他可能管不到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太可惡了 撇得一乾二淨 你的支持者幫你發走路工 有會選的嫌疑 然後你第一時間竟然是切割 然後不做完全的說明 也不去了解內情 你好歹也演一下 演一下說不然我們回去了解 看是不是有企業上座主張幫我發的 那我是全然不知道 我們來檢討 怎麼會是說楊枝斗污衊他的人格 這完全不對 所以陳時中 你今天記得 我今天還有新的市政 我現在講 本來我是把這個截圖全部都給他碼掉 但是我決定把這個截圖給放出來 這個截圖贊助的企業單位 就是吉田地產 吉田地產 這個公司的老闆 我想陳時中 或陳時中的團隊 或梁文傑 你們有沒有失交 或是你們還是要否認到底 準備讓你們的金主爸爸丟臉 沒關係 我們就法院見吧 那封簡訊假設你是員工 假設 現在在收看的這個觀眾 你是員工 然後你突然收到你們副總傳來的一個消息 跟你說 有一個健行的活動 然後有健行獎勵 是全臉的禮券2000塊錢 但是在健行之前 你要去9點半到12點半 在民權西路捷運站的某個地點 你要在那邊坐 從9點半坐到11點 那11點最詭異的部分就是這樣 他跟你講說 11點之後的陽明山健行活動 自由參加 你一定要去參加 就是9點半坐到11點的這一場 但是健行活動 你可以自由參加 就代表說 健行活動是個幌子 你去不去都沒差 但是你只要 坐在那邊一個半小時 你就可以拿到2000塊錢的禮券 所以目的是什麼 很簡單呼之欲出嘛 就是希望你坐在那邊 聽誠實中步道 希望你 可能是台北市民 你有投票權 你本來不知道要投誰 或你也對政治沒有冷感 你只是想要去践行的 這個公司的員工 你是一個職員 結果你到場才發現 哇 是要聽陳時中講話 然後一個半小時 大家在那個氣氛之下 喊陳時中動算 然後陳時中就禁說 民進黨的好話嘛 有沒有可能影響你的投票意願 也許一般人就會 也許一般人就會 那今天當然是這個員工 比較有正義感一點 他拿了這個2000塊的禮券 他覺得良心不安啊 我平常也不是支持陳時中 然後我去聽了這個 我拿了2000塊錢 好 我可能會心裡有點動搖說 那今天到底我坐在這裡 會不會坐我旁邊的人 就改透陳時中 這是對民主的一種褻瀆吧 所以他勇敢的站出來 把一些資料丟給我 那當然他也很怕 因為現在的這個公司的環境那麼小 身邊都是員工都是朋友 所以他本來這個群組 我也幫他保密把一些比較私人的部分結下來 可是竟然 現在良文傑跟陳時中都大言不慘 不肯認錯 直接說跟他們沒關係 完全不去了解內情是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個陳情人也答應 未來在偵查不公開的情況之下 他也願意出來做一個證人 來揭發當天他所看到的所有惡行 所以我接受良文傑的挑戰 我就去遞檢署一定會據名告罰 那因為之前你有提到說 像是600塊的事情 到現在檢舉都還沒有行李來 去傳去幹嘛的嗎 那你怎麼來看 就是檢教單位是不是就是雙票 因為針對吳子佳的事情 不到三天就拿到那些收索票的付款 不要說吳子佳 吳子佳我們剛剛說了嘛 三天就拿到傳票 那像我們的彭文正老師 也是在國外傳換不回來 就直接發布通緝令 我講一個比較接近這次事件的例子 在我們大安文山選區 有一位人民共產黨的正姓 姓鄭 然後他是議員候選人 他也被抓 他最近好像上個月的時候 才剛剛被檢調繽紛十一路 去搜索 因為他花了600塊 疑似買走路工 疑似買走路工 檢調就這樣大動作去搜索 然後約談這個當事人 為什麼陳時中沒有比照辦理 難道只辦人民共產黨 不辦民進黨嗎 還是只辦議員不辦市長呢 陳時中的案件 從八月初 我600塊的那一件案件 八月初檢舉到現在 一次我道案說明的機會都沒有 我甚至不知道他們偵辦的進度到哪裡 有沒有去尋找 我已經提供證據的 當初在社團裡面發放公讀資訊的這個人 有沒有去約談發放資訊 背後提供的金主邱達昌先生 有沒有去約談陳時中的競選團隊 甚至陳時中本人通通不知道 所以真的是雙標 但是對檢調失望 當然我是很失望 我也不看好這次檢調真的會認真做事情 有可能跟NCC一樣 把案件拖過選舉就算了 那但是該走的法律程序還是要走 如果說今天讓大家看到檢調單位的雙標 那可能更激起大家對民進黨的反感 年底我們就用民主的方式將它下架 這人民自由公平也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這個雖然不相信檢調 可是該做告發的動作一定會把它完成 請上這個夢夢水 國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傳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脆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